1月30日,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国会发言人消息称, TikTok首席执行官周寿兹将于3月23日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能源与贸易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 主题包括TikTok对用户隐私和消费者信息安全的保护措施, 平台内容对未成年人的影响,以及陈述TikTok与中国官方的关系。 根据美国国会向媒体披露的消息,周寿兹是自愿参加这次听证会的, 他将是这场听证会上唯一的发言者, 这也是TikTokCEO首次出现在美国国会的有关听证会上。 近年来,美方曾多次宣称,中国企业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平台存在数据安全问题, 2022年,美国共和党议员指责TikTok平台上的内容过度娱乐化, 存在威胁美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有害信息, 并夸张地称TikTok为刺向美国心脏的匕首。 据知情人士透露,出于国家安全方面的关切, 拜登政府正考虑通过加强针对中国通讯设备巨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出口管制, 完全切断该公司与美国供应商的联系。 拜登政府据信已经停止为美国公司发放向华为公司出口大部分产品和技术的许可证, 其中包括此前获得出口许可的4G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与产品。 有一位消息人士表示, 美国对华为公司实施的出口限制新措施包括禁止出口4G相关技术和产品, 第六代和第七代无限技术, 人工智能以及高效能的计算技术和云端产品。 美国商务部一位发言人说, 官员们会继续评估相关出口政策, 但不会针对具体公司的运作作出评论。 华为公司和其美国的主要供应商为立即就拜登政府据信实施的最新禁令发表评论。 履历造假被拆穿, 履新的美国共和党众议员乔治·桑托斯1月31日表示, 在对其财务和其他问题进行多项持续调查的情况下, 他将暂时回避委员会的任务。 桑托斯现年34岁, 作为共和党人, 在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中成功当选, 代表纽约州国会第三选区的众议员。 为了博取各方选民支持, 桑托斯竞选期间想发设法凸显身份多元化, 还宣称个人经历充分体现美国梦。 诸如曾在纽约市立大学巴鲁克学院读本科, 并取得经济学位和金融学学位, 曾供职华尔街金融巨头华西集团和高盛集团, 家族拥有十几处产业等。 然而, 根据美国媒体近期公布的调查结果, 他并没有上过巴鲁克学院。 花旗集团和高盛集团表示, 查无此人就职记录。 桑托斯的竞选公开财务报表上, 也没有列出任何在美国的产业。 面对舆论压力, 桑托斯日前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 承认编造和粉饰个人履历, 并为此感到抱歉, 但便称我不是骗子, 仅仅美化了简历而已。 他还表示, 舆论争议不会妨碍他当好国会议员。 美国国家气象局1月31日警告, 美国中南部部分地区 已经出现范围较广且危险程度较高的冻击风暴。 气象局补充声, 德克萨斯州北部和中部 已经开始下雨加雪和冻雨, 可能至少会持续到当地时间周四早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 道路状况将变得更加危险。 除了影响交通, 冰冻还可能造成停电。 另外有迹象表明, 雨加雪、冻雨和冰暴正在向北移动扩散到其他州。 一些地区关闭了道路和学校, 从新墨西哥州到西弗吉尼亚州。 超过4000万人收到包括道路击冰等各种形式的冬季天气警报。 另根据航班追踪网站FlightAware的数据, 受冬季风暴带来的极端天气影响, 美国已有近1000架次航班被取消。 其中, 达拉斯沃斯堡国际机场就有742个航班被取消。 北京证券交易所个股1月30日集体走高, 166只个股全线飘红。 次新股、天红锂店、乐创技术、欧福蛋液、凯华材料等均30cm涨停。 其中, 天红锂店四个交易日大涨140%, 北正50指数今日大涨5.8%, 创去年9月底以来新高。 消息面上, 随着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做事交易业务系则出台, 北交所做事交易即将上线。 据悉, 北交所目前正针对市格券商开展全面动员, 部分券商已经开始积极筹备。 业内人士表示, 随着做事交易的上线, 货币券商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